四川绵羊福城区新庙村 当地政府强制把村民的土地出售以后 拒绝给村民买洋老保险 因此而发起维权行动的村民 在9月26日遭到了警察的镇压 期间警察使用辣椒水喷射维权村民 并抓走多人 村民表示太黑了 太乌了 都是只顾着自己的腰包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权益 中文字幕提供